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学生的手调出来的金门高粮鸡尾酒调酒 能够把它调出我们金门高粮酒对年轻人喜好的一个未来 我们期待我们的比赛只是一个开始 那也期待未来更多的我们的年轻好朋友 也能够加入这个不管是职业或业余的调酒的比赛 就是透露一个小秘密 民国68年我在高一的时候 我就曾经在三浅西餐厅看到一个调酒师好帅 我跟他携了一手然后就在云优惠就卖 在学校云优惠的大卖特卖也赚了不少钱是公款 然后那是我人生出品面 那我知道说原来金门高酒也可以做调酒 没想到这么多年后我们都站在二五台上 看着我们年轻的好朋友们能够秀出他们最佳的记忆 第十一届港都杯全国餐饮旅游大赛 来自全国47所大专院校和高中职学校 将近四百位选手同台竞技 最终决赛移世到金门办理 选手们是各展身手相互切磋 最终是由正修科大的张玉山胜出 得到奖金三万元 那么我在看到你的配方里面呢 厚的考虑服装味的糖浆 有没有考虑在酒厨饭饱之后 因为你想把它当做 我多吃了这种茶叶 那后来就再试一次东方美人茶 那东方美人茶就是像刚刚有提过 还有非常美人的蜜香 所以我就是试着谈谈看 然后发现它其实跟高粱的谷香 还有赞天香非常适合 所以我最后就是选择东方美人茶 第一次在金门举办的全国决赛是来自传统 调酒组获取决赛资格的六组台湾选手 和国立金门大学代表队一赚高下 金酒公司表示 最近几年来积极参加培训调酒的选手 调酒赛程全部以国际标准来执行 融合地方特色接轨国际 更能激发选手们的活力跟创新